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某种意愿上是 小说养了抱着 我她说的大脑一场 是大剧一场 为国为民 狭子大者 她很相信这八个字 大家好 欢迎收看 佛王大师 如果说新武侠小说 以狭子大者 为国为民 完成了对旧武侠小说的 那么会有人问 为什么偏偏是金庸 同时代的新武侠小说家们 也都不同程度地 在从小我到大我的 事业升级中进行了探索 然而为什么偏偏是金庸 为什么最终是 她借郭靖之口 说出了这句话 为什么偏偏是她 在狭之大义的理解和诠释上 走得那么深那么远 因为金庸的一生 都在与家国和民生共命运 历史以不可复制的配方 给我们带来了一位 写武侠的暴人 和超越武侠的社会活动家 金庸 70年前 世上还未有金庸这个名字 1950年的一天 在香港大公报的办公室 一位年仅26岁的年轻人 突然接到了一封家籍电报 上面写着 扎梁庸先生收 拍报人是新中国成立后 刚刚被外交部聘为顾问的 梅汝敖先生 此时的扎梁庸 压根没有想到 自己日后会成为 一代文坛如侠 金庸 接到梅先生 邀请他北上的电报后 扎梁庸欣喜若狂 因为他年轻时的梦想 就是成为一名 叱咤风云的外交官 但实际上他做外交官 以及报效祖国 这一份这样一个情怀 或者是儒家文化的 这样一个基因 始终是金庸先生的一个 一个个性和心理的 这样一个内核 他其实是一个 始终把自己放在 我要爱我的国家 我要为中国统一 为这个民族的发展 要做出贡献的这么一个人 所以我觉得 他实际上是有儒式精神的 除了有狭隘之外 他有儒式 就是我要 达则要兼济天下 他一定要为这个民族 做出属于他的贡献 他时刻都没忘记这个 在这个兼济天下的内核驱动下 1945年抗战胜利后 金庸去了东南日报 做外勤记者 接着又去了 上海东吴大学法律系 休息国际法课程 东吴大学的法学 曾经是非常辉煌 当然现在也不错 因为它更主要的是国际法上面 1945年之后 在东京组成的审判 日本战犯的国际法庭中间 中国的法官代表团 东吴大学的教授们 是主要的组成人员 由黎正奥为代表 他是首席大法官 东吴大学的 所以说有百超阳南东吴之所 那么这样子的话 你就可以看出来 金庸为什么在国际法方面 有所贡献 一边在东吴大学 接受着最先进的国际法的理念洗礼 一边在东南日报 做外勤记者 思想上日真成熟的金庸 开始慢慢察觉到 这份报纸与自己理想的差距 他觉得好像 在这样的一份报纸里面工作 由于它是国民党主管的一份报纸 而群像信有 不是群像于比较进步的 而是比较保守的一个报纸 就回吾国民党统治的利益的一个党 但是国民党又是那么腐败 不到一年后 金庸离开了东南日报 来到了刚于1945年11月1日复刊的 以坚持宣传正义声音为宗旨的 上海大公报 大公报 我们都知道叫千人中之一人 大公报当时要招一个电讯编辑 电讯编辑 因为我们都知道大公报 是我们中国报纸界的一个活化石 有著名的四部原则 不挡不思不忙不卖 因为它金庸当时的外文已经很好了 外文很好 然后就分配它做一个每日电信工作 每日电信就是把世界的国际的信息 把它翻译下来交给总编 估计这些资深的暴人 对它的影响非常非常大 因为它们的爱国 爱家 爱独宰 包括陶英资的思想 为独宰服务这个思想 这个是深深地影响到金庸的办法的理念 上海大公报除了在专业 眼界和理念上 为年轻的金庸不断积蓄着能量以外 还为他提供了另一个改变命运的机遇 本来不是派他去香港的 但是很巧 当时准备派去香港的那位 就是他那个同事 老婆代产在即 马上老婆要生孩子了 去不了 所以临时改派金庸去 因为金庸的英语还不错 所以当时就派金庸去 金庸当时走得比较匆忙 到上了飞机以后 发现自己身无分文 一分钱都没有带 所以金庸后来写这个写诗 然后描述自己的香港的历程 他说叫难来百守少年行 一路南下到香港 然后开创自己一生的荣誉 刚到了香港大公报不久 金庸就碰上了一件大事情 那么在1949年的11月9号 发生了一件事情 在香港的中国航空公司 和中央航空公司 当时大概一共将近3000个员工 宣布起义 起义说我们所有的人员和财产技术 都归北京新政府所有 香港是法治社会 这个起义爆发以后 那么当时国民党和共产党 都到香港去接收这批设备 那么当时众说纷纭要打官司 194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新的国家政权的建立 引发了国有海外资产的归属问题 这是一个重要的国际法问题 也恰恰是金庸的专业领域 很快 金庸就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 名为《从国际法论中华人民在国外的产权》的文章 这文章就是明确地说 这个应该属于1949年之后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财产 那么它是从法理的角度上来进行的阐述 这样的文章也确实是非常地重要 也非常地敏感 特别是从法学的角度上来进行论证的话 那是不容易的 也正是这篇文章 引起了中国外交部和梅如敖先生的赏识 那封邀请金庸北上的电报 让坐在《香港大公报》书桌前的金庸 停下了手中的笔 他第一个想做的 真正对他思念来讲 他是想做一名外交官 所以他就离别了他的妻子 但是历史在这个时间点按下了暂停键 因为种种原因 那时的扎梁雍没能当上外交官 他有些失望地从北京回到了香港 他还不知道 接下来他将会以他的方式 来参与国家外交与政治 不少人说 写武侠小说只是金庸的副业 金庸的主业其实是他的明报 从时间上来看 自1959年创办到1993年易主 明报确实占据了金庸一生中 34年的时间 刚好是他武侠小说生涯的两倍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 在明报上名为明创小扎和论祖国系列等几块小小天地里 金庸晚上化身为徐慧之和黄爱华 将他对国事名声的关切洞悉 都倾注于一篇篇社论里 其中最令人称到的是金庸对上世纪后半叶 香港及中国大陆重大历史事件的准确预测 这一点连他自己也颇为自得 他说他写社论最大的特点 就是喜作预测 而且后来事实大都应验了 1964年10月 中国将要试报第一颗原子弹的消息 已经传遍了国际舆论 对此已经持续关注了好几年的金庸 对马上要试报的时间做出了大胆预测 金庸当时就是写了一篇社会评论 就是原子弹爆炸的这个时间 应该是下午 当时的美国正是属于夜里面 等于美国变成了白天 来发布新闻这个稿的时候 李宇金变成了旧闻 那么换句话说 中国一定会在这个时间段来开始试报原子弹 那么既完成了这个原子弹的爆炸 也使得这个新闻的滞后 不要引起了这个世界的如此的震动 4 3 2 1 起爆 10月16日下午15时 随着一声巨响 巨大的蘑菇云 在新疆罗布泊腾空而起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金庸这个人写社会评论 就是他的敏感性 和他的一种聪明性 和全局性的思考 随着《明报》社论 在60年代以后的影响力 越来越大 《明报》逐渐成为香港 乃至两岸三地华人世界 颇具分量的一份知识分子大报 1972年 作为小说家的金庸 宣布封闭后 便将更多的精力 投入到他的《明报》 及其政论中 站在香港这个特殊的瞭望角上 思索两岸三地的时事与政局 金庸以他的洞见与热情 承担起了更多的历史责任 很快 金庸遇上了一个 千载难逢的采访机会 金庸先生呢 以前呢就是 也写过 在《明报》上写过一些文章 对蒋介石啊 是这个比较 比较提出批评的 一些东西啊 对蒋介石是提出批评的 包括他在蒋介石在解放前的 做打内战啊 这些事情 包括后面的这个 蒋介石到台湾去 还跟两岸这种这种对立啊 蒋介石搞起来什么 发工大路还是什么什么东西啊 蒋介石这个人是脾气 也是不好的啊 很老火啊 大家他看到金庸啊 老是写这个 这个批评他的文章了 结果他气起来了 把那个金庸的小说 武侠小说 在台湾 无论你是大店小店 都把它下架了 不准他在上面买 1973年春 随着蒋介石退居二线 更加务实的蒋经国 向已成为华人知识分子 一见领袖的金庸 发出了采访邀请 他请金庸先生去台湾一次 他说你来看一看 来看一看 那么金庸先生呢 受到这个邀请以后呢 他过去了 他为什么要去呢 他说我作为一个中国人 为什么自己土地上 那边的情况 也要去了解一下 我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 我也要去了解他 才能写的客观 回到香港后 金庸在明报上 写下了三万字的连载 在台所见 所闻 所思 讲述他为期十天的台湾之行 以及与蒋经国的一席长谈 这个当时是买得很好 洛杨直贵 香港也是中国人 那么金庸先生是采访台湾的第一人 就是解放以后的第一人 正是在这次采访中 金庸成为最早在报纸上 大幅介绍台湾地区社会变革 与经济成飞的记者 并在此基础上 对两岸关系 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和展望 那么金庸先生说是 他说还是两岸和平好 还是两岸统一好 这么他说就不用一家人 打一家人了 也不要这样做 做无谓的牺牲 他说两岸 希望两岸最终走向统一 金庸对统一的关切 不只限于两岸 当然 还有与他休期与共的香港 1981年2月26日 金庸在明报上 发表了一篇 关于香港未来的一个建议的社论 金庸预测 中国政府会在香港租约到期15年左右 正式启动和英国的谈判 这一预测再次引起了中国外交部的关注 五个月后 金庸收到了一封来自北京的邀请 此时 距离上一次他接到中国外交部的邀请 已经过去了31年 这一天 他早早起床梳洗一番 穿好西装 打好领带 来到了人民大会堂 31年后 迎接他的已不再是中国外交部的普通官员 记得很清楚的 我觉得穿一些西服 不是这一套 黄身 邓小平穿一个夏威夷衫 短奏的 邓先生那个时候 见了他 还和他说了两句话 好像一句话就说 你的小说我都看过的 所以扎先生很高兴 当时你看邓小平先生都看过我的小说 另外呢 他和他开了句玩笑 我说扎先生你不要这么正规 你看我们都是短袖的 所以金庸先生说我也把衣服脱了 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 还抽出了一根熊猫牌香烟递给金庸 他们就中国经济 中美关系和香港问题等 进行了愉快的畅谈 他也讲了 他的一些观点 他对他提倡什么改革开放 给小平同志这些政策 他都是表示用户 小平同志就跟他讲了 讲香港 九切要回归 他说要实行 一国两制的 一样的这种思路 那么已经跟他讲了 小平同志也向他了解 那些香港的情况 四年 1982年 英国首相萨切尔夫人 就香港回归事宜访问中国 此时 距离1997年香港回归 还有15年 与金庸当时的预测 一年不多 一年不少 随着香港回归的中英谈判 正式启动 金庸几十年韬光养晦的 外交政治才华 也到了终于要闪耀的那一天 但是 在极端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 金庸能否在此大失拳脚 1982年9月 英国首相萨切尔夫人 访问北京之前 还专门经过香港 单独会见了金庸45分钟 就即将到来的北京谈判 征求金庸的意见 而在此一年前 英国女王还授予了金庸 大英帝国 关左勋章 在这个特殊时刻 英国政府的这些举动 有何意图呢 其实 作为香港知名暴人 和舆论领袖 在香港回归整个谈判过程中 金庸一直都是英方 想要拉拢的重要人物 金庸所承受的压力 可想而知 它的影响力是非常巨大 所以为什么到了 80年到84年 中英谈判的时候 英国千方百计的希望影响金庸 希望利用它的影响力 去做一个筹码 跟北京去进行讨价玩家 就是这个原因 一天中午 港英政府新闻处的处长 约了时任明报晚报的 采访主任张规阳吃饭 就去那吃咖喱饭 咖喱饭 那个是我们行内的一个说法 跟我讲三角灯怎么怎么好 然后到了上午的时候 金庸去港独府 港独请他演英国的上午茶 讲的也是三角灯 那一天的上午 就是当时港英政府的部政司 在港独上面带把锁 他就请了我们明报的社长 去喝早茶 就是他那个三角灯 怎么怎么对香港好 我们其实我们都不知道 到了晚上开边前会议的时候 我们碰头的时候才知道 原来同一天 港英政府的不同的官员 向我们明报推销叫三角灯 三角灯 是1982年至1984年之间 中英双方谈判过程中 英国抛出的众多方案中的一个 这一个灯有三个角 就是香港也做一个角 这样 因为当时的港英政府 在香港推了很大力的宣传的力度 希望香港的媒体全部支持他这个理论 就把香港扶植起来 成为独立的第三方 这样 金庸呢 他站在爱国立场 他坚决反对这个理论 这些也体验了他的五要小时当中 一个完整的国家的概念 就是统一与分裂当中 他是占人统一的 那么在香港违规这个问题上 他也表现这么一个事情 1984年12月19日 中英两国在北京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 就中方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 和过渡期有关安排 做了清晰划分 之后 中国政府通过新华社香港分社 向金庸发出邀请 希望他参加香港基本法的起草委员会 但这个时候 金庸却犹豫了 20世纪90年代 在与日本作家池田大作对谈时 金庸曾回忆到 但后来考虑到 我知身难来 赤手空拳 一无所有 终于在香港成家立业 建立事业与名誉 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和幸福生活 这一切 虽有自己辛勤努力 但全是出于香港这一环境所赐 金庸最终决定 还是要在这个历史时刻 真正为香港的前途做点什么 1985年6月18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正式成立 59个委员中 有23人来自香港 扎梁雍 以记者的个人身份 担任基本法政治体制起草小组的 港方负责人兼经济体制起草小组成员 年过花奖 第一次参与全国政治 金庸倾注了极大的热情 他提出了很多方案和建议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双渣方案 但是因为种种原因 双渣方案后来并没有得以实施 这也成为金庸心头永远的遗憾 我们可以说金庸他的政治理念很现实的 他的政治是要可行的 他不要说究竟是达不到的目的 金庸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他觉得很遗憾的就是 他的想法很多人都不理解 所以为什么五年以后 1992年他老人家写了一个参草的诗词 就是说用心太古没人知 所以他就是回想起来 他的这个用心大家都不了解 所以我猜想他最后对香港有个贡献 就是说他把他对国内政治的了解 发成是一个香港政治发展的一个蓝图 可是最后这个事情他没有办法达成 然而金庸并非不懂得遗憾的艺术 他跌宕起伏的一生 曾经由无数个遗憾和孤独时刻组成 我觉得他无论金庸想做外交官 还是最后做暴人 做记者 这些东西甚至可能包括做编剧 我觉得他是一个不肯背对这个世界的人 我不能独自一人走出人群再不回顾 我忍不住 未能抛得人间去 其实人间很多人是让他失望的 他会一定有很多时候孤独的 但孤独也没让他放弃这个人间 这就叫最本质的家国情怀 2018年10月30日 金庸走完了他94年的璀璨一生 无数金庸迷悼念他时 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你看那些天上的白云 聚了又散 散了又聚了 金庸小说的人物 形象 语言 大量地进入了当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在此之前亚和书是分得很清楚的 可是金庸的小说某种意义上超越了亚书 从我的角度来讲 如果来说我们可以拿到世界上 问之无愧的伟大作品的话 一个是红楼梦 一个恐怕就是金庸小说 我觉得金庸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青春 因为当你一想到金庸小说里面的这些狭义情怀 当你一听到铁血担心的旋律 你马上好比回到了自己青春 那份一世能狂变少年的时代 这一生当中有幸能够拍了他这么多的作品 也是通过他这么多的作品 其实提升了我们个人的这个品格 金庸笔下的侠是夹缝中的人 但是那些人那些侠告诉你 在夹缝中也可以做人 金庸笔光是一个捧杀小说里头的一个盟主 他也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个举出轻重的一个抱怨 一方面是对社会评论是时局和社会的关注 另外一方面是娱乐和精神的放飞 他们都是提进了市民而来的 他是成功的企业家 成功的抱怨 成功的作强 没有一个人可以兼顾这三方面的情景 在他的人生经历里面 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一个以往无前的创业者 金庸笔这个医生来讲是 也是改浪潮的一个医生 这个是肯定的这个东西 对吧 改社会浪潮 他每一次浪潮他都要赶上 正由于他对自己民族和自己民族文化的这样一份关切 所以他对大陆的现实 台湾的现实 以及中国的中历史文化所做的思考 要比别的武侠小说家要多 而国为民侠子大者 这也是金庸的气生的体验 他很相信这八个字 金庸这个人是有价值 可贵 也真是 金庸曾说过 如果在他的小说中选一个角色让他做 他愿做天龙八部中的段玉 因为他身上没有以示压人的霸道 总给人留有余地 今天在金庸世事一周年之际 我们一同回望这位世纪老人璀璨的一生 也深深感受到了 他那留有余地 却有广阔无垠的人生气象 感谢他给我们创造的那个包罗万象的江湖 感谢他给我们留下绵长忧远的回味 感谢他给我们留下绵长忧远的 感谢收看今天的凤凰大视野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接下来为您播出 华论宋皇家